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我是李晨熙 首先我們來關注一則快信 2024年首府落馬 根據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1月2日通報 中國地質調查局前黨組書記 局長鍾志賢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紀委國家監察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 鍾志賢出生於1962年8月 安徽同成人 1983年8月參加工作 1985年4月加入中共研究員 歷任國土資源部規劃師副司長 中國地質環境監察院院長 國土資源部總工程師等職務 2014年7月 鍾志賢任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 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 2018年 自然資源部成立 鍾志賢任黨組成員 同時兼任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 黨組書記 2022年9月鍾志賢被免職 直到這次被調查 好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中共黨魁習近平與台灣總統蔡英文 2024年新年致詞 各有其表 習近平黑板印將後年馬月獨製視頻公式化放在網上 即是幫主宣言 又是讓網紅默拜的空洞雪教 而蔡英文就以新創意的三民主義為來核 現場演講 自治朱基 完畢之後還現場答問 兩個演講是獨裁與民主隔空較量 值得換味 僅有1584個字的習講話 開篇延續黨文化固定不變的套路 鋪電形勢一片大好的瓷尊 蔡英文總統致詞約3180 看似湧長 但是卻是蔡英文八年執政的歸結 其開頭並非是自吹自擂 而是回數往事鋪陳百年艱辛 講句略微誇張一點的話 蔡英文的講話看上去更有擔當 台灣民主的價值對世界的政體格局 乃至豐常具有的影響力 已經遠遠超過了茅似強大的中國大陸 蔡英文表示 2350萬台灣人民參與了世界的改變 更是參與了改變世界 但是習近平以黨魁獨領風騷自許 走得很顯底氣 以輸出糧中共主張為榮 蔡英文領導下的台灣 不挑釁、不屈服 以無比堅定的作用 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 而習近平的獨裁政府 在打壓香港民主自由的同時 激發了國內的矛盾 民生貂庇 在黨內展開大清洗 人人自危 蔡英文台灣人的共同意志 激碎了習近平獨裁的念想 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習近平說 以香港、澳門為黎政 打自己的耳光 不能夠容忍香港不同聲音的存在 將一國兩制化為烏有 清算港人拒絕中共統治 拒絕中共洗腦控制 以及反抗暴政的不屈不鬧 所做的一切 其講話稱 要繼續支持香港、澳門發揮自身的優勢 並指 在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這是將香港徹底改變為 中國大陸的一個鄉鎮 在黨中央的嚴密監管之下 勉強地生存 習近平在台灣的問題上 仍然是只有口號 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也仍是威脅 習近平說 兩岸的同胞要攜手同心 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 這一個表述暗藏窩心 兩岸同胞在什麼基礎上攜手同心 在哪個領導下攜手同心 又是在怎樣的三觀中攜手同心呢 如果攜手同心 共享的是習近平武統台灣的野蠻行徑 難道要台灣人在中共領導下 緊隨其獨裁的步伐 享受淪陷之後的友善沉默 共享民主復興的偉大榮光 這一個說法看起來 是哪一個御庸國師的修主意 強迫2,350萬人以此為榮 這就是一幅獨裁霸凌的嘴臉 蔡英文也談到兩岸 自信沉穩地面對中國 但是未來台灣唯一的選擇 依然是繼續堅守民主 守護和平 蔡英文盡到一個總統的職責 呼籲全球捍衛台灣民主 其實也是告誡所有的世界民主政體 台灣是全球民主和平 不可或缺的關鍵要國 誰要台灣受到摧殘 誰就是世界文明的公敵 依賴台灣高科技產品進口的 共產黨中國 如果武統台灣 那不是真正的科技侵略嗎? 蔡英文強調的 世界民主政體有責任也有義務 臭名超注的為人民服務 但是絕對沒有忘記 用謊言與華麗的詞句 包裝利益集團 捍衛黑幫核心利益的宗旨 因此 習近平最後吸出的2024年的原景 連夾搭的一絲懺悔都沒有 根本量化不了 營造溫暖和諧的社會氛圍 只能夠用國家機器 營造無數立署 支撐已經傾斜的共產主義大廈 拓展包容活躍的創新空間 那也只是容留 六獨俱全的十惡不赦者 在黨徽的畫皮之下招搖 創造便利舒適的生活條件 前提是只能夠坐井觀天 並被扼殺了的思想與言論之後的為奸 最搞笑的是 習近平要讓大家心情愉快 人生出彩 夢想成真 而大背景卻是鎖住的網絡 和無處不在的病毒 總的來說 習近平新年說話 彷彿什麼都說了 但是又什麼都沒有說 他說 他親自管經濟 給民眾帶來的實際變化 卻一個字都沒有呈現 對過去的2023年 都是重彩農默 宏觀框架色彩殉黎 有氣象 亦都不法編章 但是掘起與成長的所有一切 與民眾的實際關係 利益都不大 虛假的宣傳落實在最後 就像精神病患者 給小朋友唱搖南曲一樣 我都是為你好的 不得不說 蔡英文的演講不但在智慧上 遠勝習近平 脫稿演講自信滿滿 從容不迫 大意靈言 就是涉及精確的數據 還保留了小數點後三位數 台灣人得到的實惠 有量化的指標 比如 蔡英文八年 調漲基本工資一行 七千元新台幣的帳幅 就令人感到欣慰 更加不要說 在八年的任期 蔡英文還還債務 超過了九千億 等一大堆讓民眾 心服口服的數據 與實事求是的事實 再講 蔡英文、習近平兩場演講 從內容到形式 都有無數的看點 習近平在辦公室的新年致詞 背景書架上的照片 又翻新了 習近平擺放了自己 修改憲法之後的 超期連任 發毒誓的照片 此外 他死去的父親 習仲勳 單人藝術照 加上全家福 習近平父母 夫人彭麗媛 還有夫妻與一家三口合影 這些都是為了 讓喉舌不動聲息地 宣講習近平的偉大 為他個性的崇拜描邊而矣 然而 對中共黑幫罪惡 心虎痛絕的人來說 習近平向全世界展示 習近平家天下的統治 其邪惡滲透到人性的罪深處 卻無不招視著 中共在2024年的邪惡指數飆升 因此 外界深度傳聞 指向2024年的滅絕之年 包括接種第二批疫苗的人 與感染不明病毒的人 意外的災禍將導致大批人死亡 心梗 腦梗 中風 癌症而亡者不計其數 2024年的第一日 日本最高7.6級系列地震 只是一個開始的警示 而習近平背後書架上的照片 卻有遺照的預兆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點贊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